肯娜很花心 喜歡一腳踏兩條船 我聽這個女生說肯娜很花心 有一次跟她女朋友說 想要再交一個女朋友 那女生氣炸要跟她分手 肯娜竟然覺得我又沒有錯 還跟大家說 她希望她可以一次交五個女朋友 等一下… 等一下 事情是這樣的 怎麼樣 我在演藝圈其實我有一個師兄 他今天也有剛好到場了 OK 我那一位師兄 他也是這樣子篩選出自己的老婆 我記得 他有來我們節目 當時還沒結婚 對嘛 對 然後透過交往五個 那我就覺得 師兄 你既然這樣找到真愛 我也要 我被說花心 好 反問你 你能接受你的女朋友 同意交五個男生嗎 不行 我沒有辦法接受 是吧 那為什麼你可以 這個邏輯是這樣子 我喜歡可愛的 OK 但我又不確定我愛不愛可愛的 我喜歡女強人 但我又不確定我愛不愛女強人 OK 我喜歡有個性獨立的 我喜歡身材 我可能喜歡胖的 你還在選擇對不對 我還在選擇 我選擇站在那邊 可買鞋一樣嘛 對不對 人家那個女生也還在選擇 每一雙都生進去 女生的追求者也很多 對啊 他不是說只有一個人在追他 師兄 這是你教我的 我教你沒有錯 真的耶 這樣子才有真愛 沒有 我是覺得你如果要這樣的話 那就彼此都公平 但是我會縮開 我前面都會說 因為我真的不確定 然後我們也沒有說很穩定 我可能還會有約會的對象 對 我可能還有約會 我可能還有約會 但是你不能跟任何別的男人 有一些這個 至少不要認識的吧 當然不會 好…這時候就是上一次 講到的bro code很重要 只要不是我的兄弟 我的好朋友或許可以 因為畢竟我也沒有給他任何承諾 不是他朋友圈的 是我朋友圈的 我也許可以 看不到 英文…有一句話 眼睛看不到就感受不到 對…這樣就OK了 你們都這樣自欺欺人 眼耳盜鈴 眼不見為盡 是 來 下一個 來 班傑自以為是情聖 他和老婆交往同時 還有其他四個女朋友 這我們都知道 他在婚前一次 交五個男女朋友各有不同功能 他說我為了選到最適合那個 當老婆 但我覺得他純粹就是花心 只是他運氣好遇到願意包容 他的好老婆 我真的是遇到好老婆啦 我愛你喔 最棒啊 對啊 如果我沒有這個方式 其實我也是找不到老婆啦 因為在五個裡面 真的嗎 對 你真的很沒水準耶 在節目上講 真的是這樣子 他也知道啦 我們一開始沒有對到 但到後面我發現他真的是 其他人也都跑光了 差不多 也沒有啦 OK 那你覺得是誰寫的 會講你這個是誰 這個 對 應該是肯娜吧 因為剛剛他也是學我這個精神 可是這我不得不說 他學失敗你知道嗎 其實我是透過這個機會 來抱怨一下 為什麼你可以 我不行 師兄 你沒有交好啊 我最後一個 然後我跟一個說 我還想要找其他的女朋友 因為我師兄說五個 直接一巴掌 不是 那你覺得 班傑覺得肯娜的問題是什麼 我覺得肯娜的問題是 他不好意思這麼做 他不好意思 意思是你是好意思做嗎 對啊 對啊 我跟你講 太可怕了 來… 什麼 真的假的 沒有 我如果妳 妳真心要找另外一半 比如說妳是相親 如果說我相親 我相親有五個對象沒有關係吧 相親沒有關係 可以 其實一樣意思啊 我沒有不好意思做這件事情 只是他那五個他都叫女朋友 他這個說法好像很多不能介紹 講不過去啊 每一個都是寶貝 我現在剩下零個了 怎麼辦 佩德羅亂拔妹 連累其他人被揍 佩德羅很容易覺得女生喜歡他 只要跟他對到眼 他就瘋狂跟那個女生跳舞 聽說他有在夜店亂拔妹 結果跟他一起去的人連帶被打抄 這個很嚴重耶 跟我一起被打就是肯娜 又是肯娜 沒有啊 可是剛剛那一封已經是他 對啊 所以 所以等於這個消息 這個人是亂掰的 他沒有騙他講的是真的啊 但他知道這個事情啊 對啊 只是消息纏出去了 等一下 我們是路上被打 你這是包廂被打 你們兩個是被打過了罪啦 被打次數有這麼多啊 他好悲傷 他破產還腦震盪 是你 我記得那時候 是我嗎 誰打他 因為我 你覺得我有機會打你嗎 你當香檳男孩的時候 我有一次去捧場 你就一直灌酒給我喝 我那一天就是 拜託我那時候誰有來找我 就灌酒給他們啊 我那時候斷片 所以我被打你不記得 你多少是斷片 柯隆 柯隆 拿錯了 沒有 你拿了幾包有了啦 兩包五千零一十元 差不多大家都有 黑漢 黑漢 好不好 來 馬丁… 我先嗎 不要以為帥人家就不說你 來… 憑說馬丁很喜歡去夜店 常常凌晨兩三點才會這樣 週末也沒時間陪小孩 很多人都說他小孩 怎麼會 一定有吧 誰說什麼 一定有 你這一套閃亮亮 就是去夜店買的啦 有嗎 會唱… 這很難講耶 誰會這樣吃 誰會這樣吃 你快點反駁啊 我啊 因為沒有這件事情啊 你一個禮拜去幾次夜店 因為我沒有住店嘛 所以其實我都是GET 所以是特別的活動 我才會去 你去工作 對啊 我就是工作 因為我是DJ嘛 我現在都是DJ 所以我都會去那邊表演 通常表演完我都會回家 我也沒有在喝酒啊 所以這個人根本是胡說八道 對啊 胡說八道 根本不認識 我是工作啊 而且小孩每天都在配啊 誰會這樣講你 自己都去那麼多夜店 他應該沒資格講吧 所以不是佩德羅 他覺得是誰 夜店他才知道你也在啊 對 應該是另外一個好爸爸 我就是在心裡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爸爸的 應該是爸爸 對不對 子龍爸爸的視角 爸爸不自由我 今天子龍這個 宜朗沒有夜店 我們不知道這些東西 我沒有聽過這種文化 朱油在那裡推得應安樂靜 所以你覺得是 那就班傑 班傑 是我 恭喜 答錯 沒有 因為他這一個是根本沒有這樣 你們有聽過嗎 他不至於不陪小孩 但之前他確實很喜歡去夜店 可是他是喜歡去跳舞 他是可以願意一個人 去夜店跳舞 真的 就回家了 真的 很奇怪 那時候我就知道 我是愛音樂嘛 那不是跳舞 那是放耳 放耳 對 就把他的被子丟下去 丟進來 對 旁邊的 對 看有沒有人上高 好 不讓大家知道是誰好不好 好 那這一張丟掉 趕快丟掉 好 再來 這一個嚴重的喔 嚴重的 沒有 這 OK 好 他要控訴的是馬丁 不看場合亂說話 搞到情侶差點分手 馬丁這個人他對性很有研究 也很有興趣 喜歡蒐集住性的玩具還有衣服 有一次很多人在他家 他興致一來拿一堆東西出來講解 搞得在場女生很尷尬 有個男生還因此被女友誤會 有奇怪的批 這個不行啦 這是真的 你會這樣嗎 你真的有蒐集嗎 也沒有到蒐集 但是算是蒐集 因為有很多啊 算是蒐集啊 因為有很多不一樣的啊 都很好玩啊 性這個方面就是 他專業的 專業 真的… 你有任何有關性的問題 他都有反應 真的假的 我是真的很大方的會去講 因為我覺得太多人 不會去聊這個 但你跟朋友的女朋友聊這幹嘛 我是跟朋友的女朋友 我是跟朋友的 他女朋友可能也在嘛 因為也是就覺得 你們這樣子你們多開這個話題 你們可以多聊一個健康的方向啊 有的時候會聽說 可能什麼馬丁愛搞什麼性趴之類的 你會這樣 真的 他也要 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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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搞性趴這個 我要公道化來講一聲好不好 馬丁 也可以邀華人參加 還有我 我 我 有時候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